凤飘飘在照顾她 连你都知道 凤飘飘在照顾魏楚吗 飘飘姑娘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我 她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我姓魏 书画系姓风的 应该调查一下 你们知道她 有女朋友吗 笑笑 是不是喜欢海洋师兄啊 我们 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这有什么不好的 最坏的可能 使你以后再也站不起来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子舞 留住 开血法 这是外用的吗 笨蛋 这是口福的 感觉 好像好一点 我 嗯 那个 你没事跑我房间来干嘛 我看你没盖被子 怕你转烂了 我先送你回去吧 你腿不好 没事别乱跑 要不总摔着 可是我最后 好像很三样 你看 se我都已经逃着 你是怎么看我 我把你摆了 你怎么就在你 你怎么在我 然后我看你 这两个手 我看看你 你谁在好 你怎么在我 你站起来试试看 这种程度的伤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竟然可以恢复战力 除了子午流珠开血法 你们肯定用了别的方法 我就是按照您教我的 子午流珠开血法 一步一步来的 子午流珠开血法 主要针对血尾 它对内疗和外伤 都十分有效 但没法帮助迅速恢复 你们一定还用了别的方法 难道是我爷爷教我调的 药膳起了作用 那就是了 药膳讲究内服外用 配合子午流珠开血法 方能恢复得如此迅速 你这次恢复得如此之快 实属幸事 但也只能恢复到一年半以前 武功是用不了了 你自己啊 好自为之 沈叔放心 您您的鼎嘱我记下了 再不会乱来了 继续用这两种方法调理 多些耐心 还是很有希望的 谢谢陈医人 快到了 就在前面 快到了 就在前面 你在找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没 那你大概晚上约我来这儿 出来看一些景 我是觉得你这段时间太操心了 太急事了 不是发生很多事吗 上次我给你占卜 你想的都全是太急气的事情 怕你憋坏了带你来散散心呗 谢谢你啊 好漂亮啊 这是什么 应该是有人在为逝者悼念吧 我们走吧 太晚了 你等等 我听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在心里默念对着水灯说 不管过去多久 失去的亲人 他还都能听得见 我小时候吧 特别调皮 经常就把我爷爷的古董花瓶摔碎 教训我特别多回 我就是不长迹象 比较不敢 我真的以为 我能那样和爷爷玩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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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爷爷突然离世了 直到那时候 我都还没有好好地跟他拍拥过错 那段时间 我每天晚上都能梦见 我又把爷爷的东西摔碎了 我真的特别后悔 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办法好好睡觉 我经常早上醒来 枕头上都哭湿一大片 后来我表哥带我去河边放水灯 让我要是还有什么话 就对水灯说 让水灯带给爷爷听 就在那天 我蹲在一条小河边上 对着一个水灯 说了好久好久的话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又做梦了 梦见爷爷跟我说 他从来都没有真的怪过我 其实我也有些话 小都有奶奶说 你说你多什么嘴呀 非得说出海洋的心事 你要是不说 萧萧也不会让我们给他点水灯啊 喂 明明是你先说的好吗 我只不过是坐下补充而已 怎么成我背锅了 再说了 如果不是我提着一嘴 他也能有现在这样敞开心扉 你看多浪漫哪 好 希望他可以把我的花 带给奶奶 会的 好 你怎么知道我亲人的事 我不知道 谢谢你 我做的这一件 我做的这一件 可惜这么美的水灯啊 没有人给我放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啊 你要喜欢我以后天天给你放 你说的 那你要说到做到 当然 你自己的吗 Political 那你 maritime家的事 Pues你自己说的 我还是在对加我 我不是还你这样子 他不是一样的 我不是一样的 你这是一个做的 你的允许 你自己的允许 你不要 是有允许 你我们在这庭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的动作之所以失控 还是因为发力的不到位 太极的肌肉意识 讲求的是内三合 外三合 任何的发力 都是利用重心的转换 你可以试着 把你的手臂再打开一些 再做刚才的动作试试 谢谢师傅 我知道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只想对你说出心里话 所有不安 所有喧哗 都在你面前表达 每当夜深 眼泪会落下 也许是习惯了孤独吧 所有牵绊 所有苦难 还在挣扎 让我化作一阵风去拥抱 渴望你 顶住在我的身旁 和我一样 心不太流浪 还算有进步 我刚才看你徒手劫抹布 还能自己站起来了 你的武功是不是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大概吧 不过想要完全恢复 还不知道需要多久 要不然 去我爷爷那儿看看吧 他常年自己医自己 我有些伤也都是我爷爷救的 要不然去我爷爷那儿看看 不能去 奶奶 您怎么来了 你是封病行的去 便宜行的 您感觉 医生 您 这个 您 这里 要说起来 风雨的事情 也该算是一件不幸的事 当年他偷偷流窜四大家族 偷施学艺 最后败在我魏家门下 我不仅教他练武功 还有 本来习武 就不应该是一件 有门第界限的事情 风爷当年是迫不得已 另外 您跟风爷的事情 奶奶 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不要说了 我的事 我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我之后再解释给你听 我们先去趟你家 魏楚 你好了吗 再相应一段时间就好了 那太好了魏师兄 我们还一直等着你回来呢 那不是魏楚吗 对了 你们两个 这找去干吗 约会吗 陈兵 你别瞎说 你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 自己的都不管 开玩笑 今天就请一位前辈 商量一些事 我们先走了 行啊 绝对是妖 那不是好事儿吗 这是哪儿来的妖言 它根本就没垂 爷爷 臭丫头 今天怎么把魏掌门 你带回来了 王爷爷 好久不见 是不是他把你为师以后 做错了什么事了 他从小 就是不让人省心的人呢 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 你告诉我 我好好教训他 爷爷 你瞎说什么呢 没有 没有 他很好 这 这 真的很好 没事 是 是关于我奶奶 未免的事情 他 这还好吗 奶奶很好 不过 他知道了飘飘的身份 不允许飘飘 继续跟着我练舞 邦爷爷 恕我直言 解灵还需细灵人 略略飘飘 我希望您可以 跟我奶奶再见一面 化解当年的恩怨 经过当年那件事 我哪儿还有脸在见他呢 我哪儿还有脸在见他呢 爷爷 当年 什么事啊 当年我为了追求武道极境 走遍达江南北 寻找避世不出的太极宗门 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 让我找到了隐秘的太极室家 卫氏一门 多谢姑娘 请问姑娘 知不知道 太极卫氏一门在哪里 你找错地方了 你休息好了 就回去吧 我千里条条来到这里 我在这里已经找了三天三夜了 我一定能找到她 多谢姑娘向救 好 我 没办法 我 不 好 好 我 好 没想到 当年我偷试各大太极门派的事 曝光以后 等一下 他竟然提出和我成亲 可那时候我已经是有家事的人了 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怎么听起来那么像编的呀 我编这种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而且这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封爷爷 关于您的事 一直是这么多年来 我奶奶的心结 以至于她 难以达到本门太极巅峰 我想 对于您而言 也是这些年的心结吧 对 你说得没错 这事过去以后 我总是觉得 再也没有脸去见她 好吧 我答应你 我去见她 就劳了 今天怎么有空 找我这个老太婆下棋呀 如果想认错 我听着 想劝我就免了 奶奶 其实我今天来 是想请你见个人 见个人 是谁啊 师父 是你 是我 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还有脸来见我 怎么 你一个外人 想来干涉我们家的事吗 师父 就别再为难小孩子了 封病行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有些事 也不是你该管的 这我知道 师父 别这样叫我 你早已不是我引派 卫门中人 这身师父 我可受不起 师父 好 卫门 其实 我今天来 是要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当年 是我做的不对 好了 我卫门 受了那么多年的罪 不是一声对不起 就能抵消的 为主今天叫你来 是想让你说服我 接受冯飘飘吗 这不可能 回去吧 无名 我们两个人的恩怨 已经过去了 我不祈求您的原谅我 只希望你对飘飘 手下留情 我不是针对你 我们卫家家规 明确规定 卫世太极 从不外传 对你如此 对风飘飘也一样 我是代理掌门 必须恪守家规 也绝对不会允许 我们卫家中人 违背家规 卫明 飘飘 真的很有天分 是一个不该放弃的 太极好苗子 不要让我们两个的恩怨 阻碍了下一代的发展 规矩就是规矩 想当年 我要不是看你天字聪明 一腔热血 想要发扬太极 我也不会弄成 今天这个样子 我不会让卫处 犯同样的错误 好 当年我投授学医的事 我一人做事 一人当 但你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 后辈的想法 卫明 就让恩怨 只与你我二人之间 不行吗 不行 我将我的青春 全给了你 那你呢 你又感受过 我现在的感受吗 这不是简简单单 一句放下就能平息的 想要进入我卫家 留在卫处身边 总是风飘飘 是一个奇才 我也绝不可能 接受它 奶奶 奶奶 对不起 都是我当年犯的错 连累了你们 您不用抱歉 封爷爷 我也没有想到 奶奶这一次会这么固执 你也要理解一下她 我真的辜负了她的青春 她不原谅我 我不怪她 爷爷 你别难过了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爷爷 割下我这张老脸 就是让你好好跟着卫处 学太极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跟她练的 那就好 你也不用担心我 对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 能让我看看吗 你受的重伤 还没有完全康复 不过没问题 有希望痊愈的 真的吗 嗯 当然了 你爷爷当年 偷师学艺的时候 也学到了一点 打通经脉的方法 还能有假呀 那封爷爷 嗯 我还需要什么条理呢 嗯 要善继续用 不过 要练武 练武 当然了 她的伤一直没有好 就是因为 根基坏了 我现在叫她练武 就是要把全身的经脉 活跃起来 那一定恢复得更快 我记在心上了 谢谢冯爷爷 嗯 你还在想那件事啊 一切都会被解决的 就算奶奶不同意 我也会继续教你 微褚 我不希望 你为我 而跟你奶奶 为敌 这并不是与谁为敌 我只是在坚持 我自己的梦想 你的梦想 太极是国术 博大精深 里面满含着我们 千年的沉淀 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需要我们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虽然我出生于正宗世家 但早就明白 只有破除门第 广收门徒 将太极弘扬世界 才能真正地 振兴太极 说得真好 你愿意 跟我一起完成梦想吗 从今天开始 我将正式对你进行太极训练 怎么又训练啊 怎么又训练啊 多累啊 去练功吧 你伤还没有 没事 枫爷不是说 练功可以帮助我的治疗吗 我想试一下 没问题吗 嗯 没问题 收拾一下 一会儿出发 好 我们就在这儿练吧 我看你身体刚恢复好 别走太远了 好吧 那么我们就在这儿开始吧 我见试了 你怎么不练啊 别担心我 我没事 走神了 我有点紧张 不然我们再来一遍吧 不用了 还记得那一次 那你基本功的时候 我说过吗 太极的动作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心 只有拥有一颗毫不犹豫的心 才能果断地出拳 我先休息一下 你自己练 我在一边知道 在你的脑海中 想象一个人 并不是按打承的时候话语 缘并不是一种形状 而是一种意境 一种感觉 碧槽 你还好吗 没事 这是我必须要承受的困难 我必须跨越 继续 音节晨熙 深深呼吸 梦想在你我心中被燃起 无畏无惧 多一点努力 成败都有不平凡的意义 一步一步向前慢慢靠近 一朝一时解决所有难题 就算有再多阻力 我也不会放弃 守护只属于我们初心的秘密 把伪装写去 做回自己 就算世界 与你为敌我依然 沉在你的身边 静静握住指尖 传递出勇敢 说再见 说再见 那个胆小灰 许向心愿 要学会 你并肩 不为前路前选 坚定全心 求你全心全意 不一散 小雪 你看我这一招帅不帅 嗯 可以 我有招更帅的 看 这是杨师太极吧 来 教一下我 那这边画 画 然后 拉 勾 推 重心在 在后脚 我还有一招更帅 嗯 海洋师兄他 又不在 那 海洋 他去学生会忙事情了 那我今天就不等他了 我把便当给他放在这儿 记得帮我提醒他吃啊 我还得去帮拍包机包裹 他这人一谈恋爱 什么都忘了 谢谢啊 哎 又得说我了 你把包裹给我 嗯 给我 小雪 你吃炸药了 对包裹发火 你自己看 什么 有什么不对吗 没什么 那个 你快去系包裹吧 那个便当我会给海洋的 哦 谢谢你们 放心 风病行风飘飘 这早就应该想到的呀 不行 风飘飘还瞒着魏师兄 不能让他骗魏师兄 小雪 我不觉得魏叔 会因为美色而被欺骗 哎呀 你懂什么呀 魏奶奶当年不就是被骗的吗 风飘飘还什么都没说 赶紧去找他吧 喂 你轻点 魏师兄和风飘飘 风飘飘竟然会太急 你说 你打气的高手 不会是风飘飘了 干嘛小雪 冷静点 我冷静点 你看这像话嘛 被师兄被他骗 你要是不管那我去管 哎 等等 说实话 说实话 我觉得风飘飘不像这样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这样做和他爷爷当年 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问一下魏楚吧 看看他知不知道 风飘飘的身份 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 这还有什么可问的 风病行当年的旧账都没有算 现在风飘飘又出负同样的问题 我们还是回去找长辈说一下吧 我